大家好,我是草莓牛Desk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領冬王冠的事前情報 本次活動的建造有天狼星、勝利、謝飛還有無敵 原本是復刻的建造 復刻在日版之前是有多一個叫做戈倫威爾的驅逐件 本次台版的事前情報好像還沒看到這一台的介紹 我不知道台版會不會進這一台 那剩下活動可以免費獲得的角色還有約克 除了在B3、D3可以做打撈以外 D3獎池也會抽得到他 剩下這隻火槍手你在B3或D3達成3技的時候也可以直接獲得 或是在其他的地圖上你也可以做打撈 斐記這隻比較特別,他只有打撈限定 所以你必須要在地圖上做打撈 如果沒有撈到的話那就沒有了 雅買家的部分除了建造以外他也可以做打撈 所以基本上藍皮你都撈得到啦 那如果建不到可以嘗試去做打撈看看 好,除了新增、新傳以外呢 Skin也會是期間限定上架的一個商品 像是有天狼星的約克者、聖利、謝飛還有雅買家 那天狼星除了這套以外呢 他還有一個泳裝Live2D還有新年旗袍 那謝飛也會有祭典 除此之外還有像是胡迪還有斐記 他們都會有後續的Skin 不過這些Skin都是一些季節限定 那可能要後面當季節來臨時候 官方才會考慮把它上獎 那不妨先把這些角色留起來 以後如果遇到你喜歡的Skin 再買也不遲 好,那這次活動跟上次我們的墜落活動一樣 都是屬於抽獎類型的活動 一樣我們可以透過點數的交換 去抽出該池的目標獎勵之後 就會前往下一池 以此類推 那活動內容一樣啦 這一次的金色的裝備是這兩架飛機 第二池 因為之前有說過 不知道格倫威爾會不會是這一次的新角 那可能在第二池方面可能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貓相的部分也會做調整 三池有我們的約克 然後還有一些限定的家具 再來四池就是大家不意外的 有金布裡一些其他的獎項了 那這次的金色飛機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們可以看到火把其實就是一個魚雷機 那如果你對比這個縮魚的話 其實它在整體的對海傷害其實不是很好看 它主要比較強項的地方是它的對空性能 那一般其實我們沒有在做對空性能 以現在台版的進度來說 不需要這個對空性能 甚至在日版 未來面對十二十三張的情況 也不會用到這一架 其實這一架就是收藏用的 那螢火蟲是一個轟炸機 其實也是一樣 對比我們的SP2C來看的話 它其實它的對海傷害也是非常的低 它唯一好看的地方也是它的對空性能 基本上這一架也是一個收藏性能的飛機 那還是使用我們 收藏魚啊 還有SP2C來做對海傷害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 那這一次活動 額外也會有一個獎勵海域 跟之前墜落圍棋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次我們的玩法也是比較特殊 當我們進入海域之後呢 會以人物的十字 作為轟炸的一個基準 那我們就轟炸敵方的船的時候呢 會獲得不同的點數 一星有五點 二星有八點 三星有十點 那在三次行動機會裡面 我們只要炸滿 累積超過二十六點 以後就可以獲得 該關的獎勵點數 其實你可以看畫面也知道 我們在三次的行動 去轟炸對方的船 那只要能夠超過二十六點 我們就可以拿到該關的獎勵 假使我們通關獎勵是五十的話 那我們就會拿到一樣的 額外獎勵五十 通關一百八就會拿到一百八十點 好 整體的點數 其實跟上次也是差不了多少 A圖 B圖 每天都有三倍的獎勵 那到D3 也會有一百八十點 所以剛剛也看到我們 如果有轟炸的特殊獎勵的時候呢 也會拿到該關一樣的獎勵 那每日任務一樣會有三兆 出擊 還有任意通關困難 這些點數可以去做累積 基本上你要三匙 全部抽好抽滿 要一萬八千點 四匙全要的話就要四萬零五百點 所以你上次墮落怎麼打的 這一次的活動 應該也是差不了多少 那這一次比較推薦 周回的地圖 有C1 C2 D2 跟D3 那至於C3跟D1 這兩隻的地圖其實 關卡金圖不是很好 所以我不推薦 那新手你可以嘗試 往C1 或是C2 去做周回 那老玩家 或是能力比較強的 進階玩家呢 你可以從事 在D3 會比較好 因為D3還可以撈個約克 那這一隻105的對空砲 也是不錯用的 好那這次的關卡條件呢 不管是路版 日版 美版 他們所有的關卡條件 都是一致的 所以台服這一次 應該是不會有所調整 才對 這邊比較麻煩的地方 是C3 必須雷擊大於1000 D3 必須要雷擊大於1500 如果你沒辦法達成這目標的話 除了多上一些驅逐單位之外呢 或許加上這個彩雷棒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此外 這一次的這個 墓碑呢 必須要用ES通關之後 才能拿到這個墓碑 以前只要D3通關就可以拿到 這一次 是必須要ES通關 才拿得到的 那這邊的條件是大於95級 基本上你挑戰這個ES關卡 就必須要拿100等的角色去挑戰 那六艘上好上滿去做挑戰 所以D3打得贏的情況 ES應該會稍微難一些些 不過也不至於說打不贏 才是 好 那這一次一樣 都會有這個精英怪出來 那取而代之的是 連這個道中也會出現 戰艦跟空母的精英怪 那他們對於後排壓力是非常大的 前排一樣重巡非常的討厭 傷害也特別大 雖然說很難打 不過還是盡量去打他們 可以有比較好的經驗 還有掉落率 此外 這次的D3BOSS 是一隻叫做進化者 Pewtifier的 一隻精英怪 他非常的強 他是屬於重甲的戰艦型態 所以他非常怕魚雷 以及射甲彈 那一樣他們具有這個技能的 裝填效果 所以會造成前方大範圍的雷射 所以你前排會非常具有生存壓力 那圖片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技能量表呢 一樣是做累積的 在累積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使用大量的傷害 去破他的技能累積 那一旦被破除之後 他就沒辦法放出這個 前方範圍的巨大雷射 好 接下來 道中的人選 當然提爾比茲跟胡德 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你要D2的話 可以選用藍皮的戰艦 或是三力 道中幅度你也可以選用小佳佳 因為這次有綁空母的一個型態 那奶媽 對這些應該不用特別去強調才是 上次說黑坦的 除了波特改之外呢 你也有拿到小明的話 有練起來也是不錯可以坦的 而且輸出也是不錯的 海鮮自然也不用說 安全海域想要做D號的話 也有這幾隻藍皮可以做選擇 好 打王人選 當然有我們的企業 那你用皇家的陣容也是可以的 方舟緩速給大炮射也是可以的 當然我們前面說到有這個雷射的問題 你用光輝來寶牌也是可以的 剩下你也可以使用空母消彈幕的技巧 來打到王減少對前排的傷害 前排角色你可以選用這隻舉高高 他有無敵的Buff10秒 當然如果配合QE的話 背法也是不錯坦的 海媽可以開啟雷達神傷 那如果剛剛說雷擊不夠的情況下呢 可以選用這些驅逐 如果你可以手動使用鈴波的話 那會造成王有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這邊提供一個安海周回的一個編隊 Boss隊我們可以選用北戴 因為他可以提供一些雷擊的性能 那剛才也提過了 你使用鈴波配合魚雷的話 可以做出很大的輸出 那如果沒有神通的話 你也可以選用舉高高 或是一些玉山家的改造 來撐雷擊 到中安海之後 其實你可以選用這些本來就很坦的角色 去做到中的抽回 後面只要配一艘尤尼控來補血 基本上應該就是蠻安全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這個利安達 來撐一些雷擊的性能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領東王冠的一些事前情報 希望能夠幫助你快速了解一下 這次活動的一些內容 以及在如果要周回或是關卡條件上 能夠做出一些調整 像是彩棒可以兌換出來或是強化 還有一些角色在練度上面可能還不夠的 現在可以開始補練了 那之後我可能會做有關於 領東王冠的一個角色分析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期待我後續的一些影片 好啦今天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有問題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